刘强东海外被捕 并已回到中国 但刘强东事件热度不减 外界的关注也已延展至 中国企业高管前往外国大学的镀金热潮 美国彭博社星期一发表文章探讨 可以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亿万富翁 刘强东为什么要去美国读博士 文章指出中国职场注重高学历 高管们需要获得学术上的认可 同时也可以借留学的机会 探索海外市场拓展人脉 另外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 企业高管必须前往国外学习 如何应对新型经济体系 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技术发展 以及可持续增长问题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认同彭博社的观点 中国商人的地位还是没有如高 没有官高 所以他们喜欢获得如商的形象 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 文凭确实起到一个标志性的作用 他还补充分析了导致海外深灶热的其他原因 美国的教育经费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直在缩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需要研究的课题在急剧增加 美国的高效出现捉襟见肘的困境 中国政府或商人就和美国的高效结成联盟 就是中国给钱 同时利用美国的荣誉名声 为中国的政策和制度背书 中国政府往往和商人有关 中国商人做的事情与政府的利益和旨意相关 干部去海外度今后会自称是经过西方学术界认证的权威 论证中国施政和制度的合法性 美国拥有大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优良的学术水准也培养出很多人才 回校继续学习也是不少美国人的选择 其中不乏在职场打滚多年的管理层人员 美国民间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美两国的企业高管在对追求学位上没有太大分别 而两方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 西方的资本家是一个由道德规范的群体 有自己的价值追求 不是像大陆教科书里形容的那样为历史图 如果发生丑闻 他们会无地自容的 他们也不是为富不仁 很多富商都把大部分资产捐赠出去 中国正好相反 国内是笑评不笑娼 富人觉得我有钱 我就是上帝 什么都可以通过钱解决 夏明也强调说 中国虽然有富商向美国高效捐款 但他们将资金投入海外培训项目的原因 并不完全为了慈善 他们是用钱买董事会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把中国一些高官的子女引荐到这些学校读书 彭博社的文章特别提到 中国很多与科技相关的企业都热衷于把员工送往外国大学取经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批评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盗取美国核心技术 美中关系也因目前的贸易战走入下坡 在此情况下 这些海外深造项目会否减少 夏明告诉记者从美国主流媒体披露中国对美国进行渗透的例子 可以看到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资金开始比较警惕了 但中国往海外投的钱也未必会减少 中国执政集团里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商业精英科技精英都是很恐慌 他们很想把钱给转到海外 可能会把子女送往国外读书以正当的名义把钱换成外汇 带出中国在其他国家站住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爱立战书访朝鲜 不给美国口实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7日 德国之声发表一篇专访文章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立战书将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出席北韩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 此前曾有国际媒体猜测 习近平可能会作为国家主席 首次访问北韩 德国之声就此采访 中国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韩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王生教授 以下是专访内容 德国之声询问 此前有国际媒体猜测 习近平是否会作为国家主席 首次访问北韩 但后来失派政治局常委立战书 去参加北韩国庆70周年集阅兵式 您怎样评价中国政府决定派立战书去 而不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前往 王生教授回答 我想北韩的70周年纪念 是一个比较隆重的节日 而且会受到全球瞩目 如果按照中朝之间 这种正常交往方式呢 因为金正恩毕竟是作为北韩国家元首 已经三次访问中国了 那按照这样一个传统方式 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是有一个回访 但9月9日建国纪念日的活动 正好还赶在 现在美朝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 美国本来就怀疑推卸责任 说美朝关系的变化 主要是中国的一些作用什么的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选择让栗战书去 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是非常适当的一个安排 既体现了中朝关系的重要性 紧密性 也让美国失去一些在这方面的猜测的口实 我想将来随着北韩半岛局势的变化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回访北韩的 这个时机可能在等待一些合适的机会吧 德国之声问 您刚才提到金正恩已经三次访华 那中朝关系现在怎么样 是比之前更好吗 王生教授回答 我想因为中朝关系的紧密性重要性 还有在北韩半岛问题上 中国的不可替代性 这是不言而喻大家有目共睹的 中朝关系的发展 不在乎表面的一些形式 中朝关系的实质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 中朝两国在地缘政治上 是非常重要的近邻 而且有过去的一些传统关系在里面 将来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等 也缺少不了北韩的参与 所以中朝关系 不能像外国媒体那样去猜测 应该把中朝关系 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去观察 不能说因为一人一事 或者短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朝关系的实质就发生变化了 我想中朝之间的经济 9月6日韩国媒体有一个研究报告说 北韩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 已经高过90% 这个是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实质 北韩确实 无论在各个方面 无论是将来北韩半岛的和平体制的构筑 包括将来美朝关系发展变化当中 美国对北韩的一些安全保障 都需要中国在旁边作为一个保证国 那么北韩才有可能相信 所以中国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要猜测说 哪个领导人去访问了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表面的 不是中朝关系的实质 另外我强调一点 就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级别访问 应该是选一个合适的时机 应该单独去访问 这个表示说 对对方国家的重视和双边关系重要性的体现 而不是说 在这种举办重大活动的时候顺便去 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中朝关系交往的原则 西方媒体猜测 习近平主席会在这个时节访问北韩 可能更多是出于是不是总是猜测 中国要把中朝关系的发展 作为和美国打贸易战 或者是对美外交当中的一个砝码来运用 很多是从这个背景去猜测的 我想这个就有点太牵强了 中朝关系发展 本身有它的内在规律性和重要性 不需要和中美关系做挂钩的 德国之声问 您开始讲到美朝关系的困难状况 美国总统川普上月取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 理由是无核化谈判 没有进展 现在无核化谈判 美朝方面似乎卡在那里陷入僵局 王生教授回答 我想9月6日北韩金正恩会见韩国特使团的时候又重新强调了要求中战宣言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北韩半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卡在了北韩和韩国一直要求的结束北韩战争的战争状态 因为他们原来的设想北韩和韩国是要求快一点的话是在今年的7月27号 这一天是北韩战争临时停战协定签订75周年的纪念日 所以他们希望在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 美国应该兑现川普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给北韩的一个诺言要搞这个中战宣言的问题 但是美国没有兑现这样一个承诺 而是蓬佩奥第三次访问北韩的时候根本不谈这个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让北韩起了很大的疑心 朝核问题没有进展 朝美关系遇到僵局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分歧 德国之声问 文在寅和金正恩本月还要再会晤 到时候会取得什么进展吗 王生教授回答 我觉得北韩金正恩和韩国文在寅 的首脑会晤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就是说北韩半岛的问题应该朝着朝韩和解合作和平政治解决的方向去推动 在这个推动过程当中 朝韩的合作 他们的共识 他们的方向性 会引导其他国家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 他们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如果他们互相懈怠没有无核化这样一个坚定意志没有朝韩和解合作 这样一个坚定意志可能就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些口实或者借口 可能会扭转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说将来朝韩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对于东北亚地区将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香港财政储备快要落入北京手中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杜耀明的评论文章 文章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有贴文数字的财政储备解决社会问题 却是无能为力也都算了不外证明一个由北京清点由既得利益 拥立的行政长官是政治机胎为权贵多于为市民服务 但若把这笔纳税人金钱不由分说也不受监管 便送到大陆国企手里美其名代为投资香港高度自治 将进一步崩坏现实特区财政隔绝于大陆政府的制度将打开绝口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在网织透露 香港金融管理局已经与部分中央国企商讨 正物色一些回报稳定的海外项目以股本投资者的方式参与 换言之 现实交由金管局管理的11000亿元财政储备 政府起码动用一部分投资于国企在海外的项目 连串问题变来了 一是投资项目是否有利可图 中央国企在大陆有权有势有人脉有政策支持 市场半垄断甚至垄断商业上大可立于不败之地 他们若发行新股若时机和价钱得到专业分析的认可 特区政府向公众又有充分的交代的话 入市当然一无不可 不过现在的提议却是另一回事 目前只知投资对象是中央国企的海外项目 却没有交代是些什么项目 甚至涉及哪些央企也会莫如深 毫无透明度可言 但在商严商 已有稳定回报的项目不难找到资金支持 甚至上市集资亦可以 除非这些海外项目由筹办至今 特区政府或金管局一直参与其中是紧密的商业科办 否则何须会及特区政府 相反若是风险高的项目 当然希望特区慷慨解囊 但投资就是投资 政府有需要又来金钟报国这套吗 其次是投资的方式 特区政府只求购买公司股本 等待分红 有别于政府现有的投资方式 如股票外币和债券 可按需要随时在市场买卖 但政府持有某公司的股份 不能说卖就卖 要私下物色买家再溢价 又或者需以见价由大股东购回 程序相对复杂 更根本是小股东权益 有多少保障 端是护章程规定公司组织 及法律制度 公司赚大钱 不等于小股东可以获大量派息 但若事先定名每年派息率 何不购买公司定息债券 又何须以入股方式投资国企呢 其三是投资的性质 央企在海外投资繁多 当中有些项目备受争议 如涉及贩卖军火侵犯版权的活动 这些项目即使能得厚利 特区政府也要三思 一是商业投资除了考虑回报 也有道德底线 不能见钱开眼 正如一些非政府组织 也有投资指引 不能涉足一些问题领域 政府也该同样审慎 二是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 特区政府应尽量避免受到牵连 因此需全面杜绝参与 美国只为违反公平贸易的商业活动 甚至与央企保持距离 以确保现有自由关税区的地位 也许在陈茂波眼中为财政储备选择投资项目 市金管局的份内是 他们挑选哪些央企 去做什么生意 就如挑选哪些股票和债券一样 因此他在网制不做只字交代 看来日后也不打算详细解释 但上述三点疑问 由挑选什么项目做哪门生意 到投资方式都至为重要 处理不当 不单单损失金钱 更加或从天降 无端把香港扯入贸易战的漩涡 但特区政府黑箱作业 又怎能让人安心 当然更关键的是 入股央企先利益开 相信日后有更多财政储备 会流入大陆央企手中 甚或跟从澳门政府的建议 把部分储备交给广州省政府 和国家开发银行管理 换取定期回报 在密不透风的决策程序遮掩下 香港人根本无从窒息 过万亿财政储备 和7000亿金管局盈余的实际去向 也无法理解 资金释放到 华为在澳洲的5G电讯 还是用在非洲多国开采自然资源 或者在马来西亚新建 一带一路港口 以至在进一步 中央认为有需要时 可由央企收取香港储备 再交中央集中保管 任意调动 每年发给特区4%回报就是 反正中央永远不缺人民币 当然 如此夸张情况要成事 还需要金管局和特区政府同意 但眼下这个政府 又何曾向中央说个不字呢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由非洲猪瘟而来的忧虑和不问责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7日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一篇暴同的评论文章 一个多月以来 中国多地发现非洲猪瘟 党国的作为 限于通过党媒 发出安民布告 小玉国民高枕无忧 但吃猪肉无防 然后呢 没有然后 他们不再向公众提供进一步信息 为什么 是怕丢面子 怕追究 怕问责 怕不稳 那是党国自己的心态和机密 不关老百姓的事 老百姓被禁止操心 也就无法操心了 倒是中国的周边国家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比中国的党和政府更着急 8月29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 非洲猪瘟将摧毁中国的养猪业 并可能越过边界 央及邻国 有消息说 联合国相关组织已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专门研究非洲猪瘟 在中国的蔓延形势 商讨相关的对策 但是 中国的老百姓 仍然被蒙在鼓里 只接受了吃温猪肉无害健康的正能量教育 根本不知道非洲猪瘟对中国造成的险情 即使是最最关心时局的爱国者 也只能随着党媒欢呼的节奏 跟党国领导一起 同享中非论坛历史性胜利的陶醉和喜悦 听说 中国是有问责制的 而且是终身问责制 听说 国监委的设立 已经把国家对官员的监督 提升到了新时代的新高度 很可能 在阳光灿烂的中非论坛上 根本没有任何领导人 关心过非洲猪瘟 正在和即将给中国养猪业 和中国平民消费者 带来的后果 很可能 肆虐中国的猪瘟 并非直接来自非洲 而是从某个伟大的全面战略伙伴 那里转口而得的 反正 在非洲猪瘟事件上 我们完全不知道 国家的简易机关 和信党的媒体 应该向国民和国家 负什么责任 我们根本不知道 应该向谁问责 以及如何问责 我们更不知道 应该如何 向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 我们甚至不知道 对那些不作为的人大和国监委 中纪委如何问责 也许 所谓监督 所谓问责 本来无非就是一个梦 谁知道呢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官媒全版都是习近平 这样美不美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7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中国这几天 举行非洲峰会 峰会之后 还有非正式峰会 官媒投版全被习近平会见谁谁谁 黑体标题覆盖 覆盖到连凤子也不留 从标题看 习主席权力无边 名字覆盖了全版 报纸沦为一张乏味的菜单 看那官媒的样子 好像并不想让人看 9月1日到9月3日 人民日报连续三天 每期投版的11篇文章 全是关于习近平的报道 峰会结束后 非洲的许多代表团 还继续留在北京 与中方商谈具体援助事宜 人民日报9月6日 估计重演 又来了满满一版 与9月3日相比 头版标题也是一字不差 习近平会见出席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的部分 非洲国家领导人 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也是11则 也都是习近平会见某人云云 人民日报的做法 引起批评 新华社9月5日 似乎出来解围 发表了标题为 连轴传 习近平的一天这么过 的报道 人民日报不甘落后 6日发表一篇几乎差不多的长文 标题是 12小时日程满满 习近平主席北京峰会的一天 其实人民日报自媒体号 前两天就发表了 习近平主席这两天有多忙 看看人民日报一版就知道了 的一篇文章 原来人家把这样开列菜单看得很光荣 这里面有多少有趣的内容 没有 新华社列出几个数字 先是自问 这是什么 然后自答 这是习近平主席 在8月31日 9月1日 9月2日 分别与来参加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外宾进行会晤的场次 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场次也成了新闻 然后堆砌了一大堆名字 会见索马里总统 会见博茨瓦纳总统 会见喀麦隆总统 会见尼日尔总统 就这样一直会见下去 习近平会见了非洲53国的总统 9月3日 没有双边会晤 上午下午各一场大聚会 习近平先出席中非企业家大会 发表共同迈向富裕之路演讲 接下来出席中非峰会 发表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演讲 繁忙了几天 习主席的高密度高强度节奏仍在继续 9月4日 习近平与53个非洲领袖围绕着一个超级圆形桌坐了下来 新华社还让读者想象 那张桌子的直径多大 26米 报道称 第一阶段会议结束 已到正午 习主席顾不上休息 匆匆吃过午饭 又和非洲领导人们回到了大圆桌上 开始第二阶段的会议 会议一直开到7点45分 习近平又去与肯尼亚总统亲切握手 接下来的几天 习主席还将分别与20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 习近平大谈 中国肯尼亚友好于英卫落 肯尼亚警方 冲进中国央视内罗币分部搜索非法劳工 一位中国投资人在肯尼亚讽刺人家的总统长得像猴子 已被肯尼亚当局以涉种族主义罪行逮捕 这场峰会中国宣布拿出来600亿美元援助非洲 但是国际上关于非洲落入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此起彼伏 中国民间关于外交大撒币的讨伐声也没有间断过 再说新华社那篇报道覆盖习近平三天的活动 人民日报六日这篇报道习近平12个小时连轴转 习主席这样忙 新华社报道称这是中国对非洲的深厚情谊 相信他们也一定感受到了 人民日报报道称习主席这份忙碌背后 则是中非兄弟般的情谊 和中非合作更可期待的美好未来 两大官媒都说的口干舌道 说的几乎重复的内容 几乎重复的词汇 人民日报六号还宣告 峰会虽然已圆满闭幕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 习主席还将分别与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 官媒为何如此自导胃口 有分析称 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报道 都是高层定调审阅的中宣部把关 王沪宁指示总知事上有所好 还有分析称 前一阵子海外有分析称 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头版 出现的次数少了 有时偶尔甚至不出现 是不是有点削弱 官媒于是让习近平的报道铺天盖地 但有人批评说 官媒连篇累赌这样做 为的是追捧 结果让人厌烦 收到的是反效果 官媒费尽了心 习近平费了时间 中国拿出600亿美元援助非洲 却没有赢得中国民间多少称赞 他们仍然形容这是大撒币 虽然非洲国家领袖赞扬峰会成果 但他们国家的舆论却比中国自由得多 肯尼亚大报 The Standard 刊出了一张漫画 一只象征住中国的巨大母猪 下面是一群代表非洲国家的小猪 趴在母猪身上吃奶 报纸头版报道指出 现在是时候了 非洲的领导人应该批判性的审视 与中国的关系 他们应该利用这次峰会 提出尖锐的问题 这种关系究竟有什么好处 中国是不是跟以前的殖民者一样 正在不公正的剥削非洲 卡麦隆作家也撰文指出 非洲不是不可以同中国 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 但是非洲国家应该想清楚 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里 在关键的时刻 非洲能不能像马哈蒂尔那样 像中国说不 官媒体都是讨好式的 都是习主席会见 非洲领袖感谢之类 但一些社交网络上的批评 还是不少 有的认为中国自己还未搞好 就到海外摆阔气 大撒币 有的怀疑 中国的钱落到非洲贪官手中 并未有效提升当地的经济 另外 两位中国学者的言论 也在网上不禁而走 比如 胡星斗教授建议 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旧文 就被当作新作 疯狂转发 北大教授张千帆 有关中国 免除非洲对华债务 应该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 的文章也在飞传 以上是明镜 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磊阳冲突 中国教育百年大计 出了什么问题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7日 美国之音提出相关讨论报道 9月是中国各地学校的开学时刻 但是在湖南省磊阳市 却有一群家长 为了孩子的入学问题 上街抗议 遭到警方暴力镇压 许多人受伤流血 根据报道 事件起因是磊阳公立学校 人数超标 当地政府决定 将部分学生 分流到邻近的私立学校 但私校学费高昂 学校和宿舍 还有甲犬超标的安全问题 引起学生家长不满 尽管当地政府后来宣布 将对被分流到私校的学生 进行学费补贴 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已经是中国长期以来的 严重社会问题 北京去年6月 也曾爆发英学区规划 而引起的抗议事件 为何法律明文规定的 义务教育无法实现 反应问题的家长 却遭遇暴力镇压 地方政府是否忽视 基础教育建设 中国的教育百年大计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今天邀请参与讨论的嘉宾有 旅美湖南衡阳人 社会活动人士 赵无 中国独立时评人 田奇庄 旅美学者 吴作来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教育经费没能保障 对于磊阳事件 背后的成因 中国独立时评人 田奇庄认为 这里边问题很多 首先 该事件反映出 国家教育投入的不足 现在私立学校数量很多 而且办得十分兴旺 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国家应该优先保障 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 而现在 好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教育经费不能优先保障 这也是个客观现象 由于这方面投入不足 造成私立学校趁虚而入 办学质量其实良有不齐 但另一方面 这些私立学校 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 据田奇庄所知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大量做父母的人外出打工 爷爷奶奶照顾不了孩子 他们就迫切希望 孩子能有保障的入学 能够住校等等 但目前很多公立学校 满足不了这些需求 所以造成大批人进入私立学校 但问题是 这么点需求 为何公立学校做不到 这并不需要太多投资 可是政府在这方面想得少 做的也少 这方面的投入究竟是多少 教育经费是否达到了 国民经济4%的国际通行标准 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国务院没有监督好听证会制度 田奇庄说 一个班级八九十 甚至上百学生的大班制 让人实在没法正常学习 国务院想要实行小班制是应该的 但具体怎么做 就有个办事程序问题 地方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地方政府首先应该召开听证会 征求家长的意见 大伙商量个对策 困难总是没有办法多 最后大家总能商讨出一个让大伙都能接受的办法 关于听证会制度 国务院在2004年就出台了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要求政府机关一旦遇到关系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 就应该事先召开决策听证会 听取民众意见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根本不把国务院的这个正式纲要放在眼里 他们在很多决策过程中没有履行这个程序 因此造成了很多问题上的决策盲目性 比如前段时间江西的殡葬改革和之前北京驱逐低端人口 田奇庄认为这背后都有个决策听证缺失的问题 这些关系民众重大利益的决策为何不先召开听证会 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纲要从2004年颁布至今已经15年了 但这15年中这个纲要有没有进一步完备 比如政府机关若不召开听证会的话 要怎么办 监察部门对当事人是否要做出处理 尤其造成严重后果了 是否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为何15年过去了 国务院没有把这些配套措施跟上 过去好多听证会请来的 是意见相合的拍手党 而非真正广泛听取不同意见 如果务院把这些问题做扎实了 底下部门也就没法捣鬼了 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教育没有与城镇建设相配套 是问题的根本 对于政府为何不花更多钱 新办更多公立学校 反而强迫这些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读 与美学者无作来说 其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远远不够 国家本来是规定教育经费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 但现在实际上可能连3%都达不到 其中有大量经费被挪用 做军费或维稳费用 其实哪怕是投入到教育中的钱 也没有全部用在孩子身上 中国整个教育严重亏空 这是整个国家的问题 日本在二战之后 大力建设所有的学校 实现教育公平 美国也是如此 教育公平是作为国家意志来实施的 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 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补贴额度非常大 日本二战后的废墟上 很多工人还没拿足工资的时候 教师待遇已经很高 日本的发展是教育优先 教育很大程度上造就的日本的发达状态 而现在中国盲目的大量向外投资 完全忽略了很多地区的教育 另一个问题是 扩大城镇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学校建设没有配套跟上 比方说 一百万人口需要配套有 两个小学和一个中学 这些是刚性需求 但地方政府搞房地产经济 只卖房子 教育没有配套 这次的说法很有趣 说公立学校人数超标 因为国家总理说了 要实行小班制 这简直是开玩笑的话 小班制的前提是 建很多学校 分布在很多社区 这才有小班制的可能 美国大部分学校 一般一个班不会超过30个孩子 中国的很多学校 一个班有五六十个孩子 因为城镇没有那么多学校和教师 教育没有配套跟上 这是背后的根本问题 官员利用教育 搜刮司令背后是制度问题 对于中国的某些地方官员 是用怎样的心态在经营教育 无作来认为 这些官员是在利用教育 他们都是坐上一届 收获一大批贿赂金额 然后就完成这一届的使命了 国务院或者有官部门 没有针对学校建设 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组 比如这个地区有多少人 建了多少房子 应该有多少学校配套 如果没有配套 那市长就该亲自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地方没有这样一套机制 另外从大的建设学校 到小的学生服装 都成了一个利益链 学校都是都是由市长 承建部门教育部门 或校长们的关系户来建设 谁在这上面有决策权 那就由谁的关系户来建设 并获得巨大利益 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么建设起来 在美国 大部分学校对于学生服装 没有那么多统一的限制 只要符合一定规范 什么品牌的服装都能穿 而中国的校长 则可以去统一定制学校的校服 现在是 累扬的部分学生被分流到私立学校 这之后这种剪羊毛 撸羊毛的事还是会发生 这是温水煮青蛙的事 老百姓还会继续承受巨大损失 如果损失不是学生来承担 那就由私营企业来承担 反正政府已经收获了利益 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是制度问题 比如万恶的户籍制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人在城市里买了房子 但户口还在农村 城市就说你不归我管 你上不了学 之前还能通过巨额的赞助费 在城里上学 现在连着都行不通了 需要家长提前很多年开始 不断地走关系送钱 才能占坑 让孩子有疏毒 地方官员只顾私立 不顾百姓 对于义务教育制度下 累扬的孩子上不了学的现象 旅美湖南衡阳人 社会活动人士 赵无说 累扬事件反映了地方政府官员中 存在的一些现象 他们贪婪不作为 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 和一些想法 根本不考虑老百姓 举个例子 衡阳另外一个县 大概2006年就开始搞私立学校 学费比一般公立学校贵一倍多 但其师资力量也比公立学校好很多 录取的学生也大都是分数很高的优秀学生 所以当时有很多家长 都想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读书 没达到分数线就到处找关系送钱 想尽办法要进去 从全世界来看 一般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都比较好 家长都争抢 助让小孩上私立学校 而这次 累扬的私立学校 却引起了民众的反抗 原因一是 其学费远超当地民众的工资水平 在这些私立学校就读 学费加其他开支 一年下来要超过两万 但民众的平均月工资大概就两三千 另一原因是 政府强行分配哪些上公立学校 哪些上私立学校 而没有让民众自由选择 因此引发了家长的强烈不满 磊阳事件是民众安全感缺失的缩影 赵吾说 磊阳事件是中国很多地方问题的一个缩影 比如支出增加 收入减少 住房和教育都面临各种问题 民众缺乏基本的安全感 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房价那么高 教育又跟不上 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费用 很多问题上还没有选择的自由 赵吾认为 政府不能什么事都随意去限制百姓 比如孩子上学要限制 生孩子有限制 工作也有限制等等 而且 上访现象也是中国特有的 政府设了信访局 名义上市 百姓觉得有什么事 不合法不合理 可以去上访 但他又不让你上访 左手让你上访 右手又要打你上访 磊阳的老百姓 还是很齐心的 大家都去上访政府 湖南有磊阳蛮子 一说 形容磊阳当地民风彪悍 估计其他地方 很难形成这样规模的反抗 其实其他各地也面临类似教育问题 也有家长举横幅在政府大楼前抗议 但人都没能大量聚集起来 磊阳就不同 能够形成几万人的上街抗议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 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